今天的柴犬观价局要给大家看一下 在超贵和牛和平价牛排之间 柴犬会先吃哪个呢 我们今天要来买牛肉啦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买的牛肉 这是店员跟我说超市里能买到最贵的牛肉了 是和牛 然后这里写着七星等级 我也不是很清楚是什么意思 我只知道A5和M12 有小伙伴给我科普一下吗 这个是每公斤132刀 这是我们平时会买的牛排 4块8码8每磅 它是二格式的吧 给大家看一下拆包之后的样子 这个要20刀 这个只要3块5刀 我看在窥探牛排 你已经吃到了 好了 欧卡巴要开始做牛排了 顺便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捏合你们的手指 你们就能知道 3分手 5分手 7分手 跟全手 我跟Golden Rancy学 好了 开始煎牛排 锅已经热的差不多了 我们稍微放一点点底油 因为狗狗们不能吃盐 所以我们就直接这么下去干煎 好了 准备上去吧 这个颜色好诱人啊 其实我们是吃牛排手的 但是狗狗是要煎牛排的 哦 好香啊 狗狗要吃冷的 所以要凉了才可以给它们吃哦 怎么办 这样一对比 我都不是很想吃另外一块了 好了 我们现在切一下 这个好货 全手 你看 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油脂 来 欧卡 给你先闻一下 这个是平价的牛排 这个是贵的和牛 我已经把单告诉你了 OK 但继续 那会跳 烟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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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干了吐出来 太大坏了 这次我们再试一下平价牛排有两份 高级牛排只有一份的情况下 欧卡会先吃哪个呢 OK 吃的好开心啊 我看 吃的有什么 吃的 好高级牛排 咳咳咳 我乖呀 吃的开心吗 你也是吃过和牛的狗了 我吃一天饭 把炸炸都吃掉 好了 吃完吧 不舍得离开 OK 吃完吧 Go Go 不愿意离开餐桌 吃完了 没有的吃了 走了 收盘了 够了没够 好了 到恰口了 先给你闻一下 这是平价牛肉 这是贵的和牛 OK 小狗 你怎么了 不太聪明了 鸭子 选了快饭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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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啦 我没吃够 我们再来试一下平价牛肉多份 贵的和牛只有一份 查克会怎么选择呢 OK 好乖 看来大家都是选大份的 好了 吃完吧 Go 你怎么已经开始吃了 让我尝一口鲜嘛 哦 自动